因為講風涼話奇怪 這個女孩子是她們 沒有辦法享受的 對 我覺得男人講風涼話是 全世界這個 最快樂的事情之一啦 那今天要請教四位 最快樂 女孩子風涼是在心裡 其實女孩子也會吧 女孩子最賤 女孩子比較 女生會比較少 女孩子虛偽 對 噁心 你失戀 你好可憐啊 沒關係 沒有 那這裡是風涼話啊 沒有... 我們講這次叫虛偽 誰幹嘛這樣講啊 你就是賤 我跟妳講 賤命 沒有吧 你怎麼會這樣 有 有 那那是我會因為你這句話 我去 我如果這樣尋短了呢 那你就尋命了 不是 如果你這樣尋短 如果你這樣尋短 你要掛掉喔 你如果沒掛 我們還會繼續吐 沒錯 我該 死又死不了 假死 在背心不夠堅強 誰就會講謊話 我朋友的啊 我朋友其實 你也是算是會講的 你是最會講 他是第一名的會講 所有事情跟他講 我們現在連狗都快掛了 我很難過 打架給他掛 他走了就走了 什麼 你不要這樣講 我會講 走了是不是 好 不要難過 不要哭嘛 再養一隻 再養一隻嘛 有沒有小 再養一隻 對 就這樣 狗也就算了 平常啊 跟老婆有點口角什麼的 他就 離了嘛 對 對 這要怎麼會這麼樣子啊 不是 就這樣 他也有個女朋友 兩個很好 有人玩 走 我們出去玩嘛 不是 我今天玩了 走了嘛 是不是兄弟看這一次了嘛 我跟你講這個女人 如果說他不讓你一天出來 他就不愛你 我們走 結果當天晚上被打二十幾個八十 其實還講真的話 他算是最會講的 沒有 沒有 他 彭哥還講 彭哥的每個動作 每個眼神 就是瘋涼話 那你 那你就是 你是根深蒂固的 你覺得那個人看起來就風涼 他舉個例來說 舉個例來說 他的太陽鏡一插 看你 知道吧 那個眼神 有一次我出車禍 騎重機你知道吧 對 轉個彎 拐下去 整個手脫臼 脫臼還來錄 報紙有燈喔 彭哥一看到我 脫臼啊 一人久好 你弄過我沒有啊 你就是要怎麼壓 你怎麼要怎麼壓 你壓你個屁的吧 你應該告訴我 怎麼去哪邊修車子 你怎麼會壓 你炎九百 你炎十九就可以啦 炎九百 我的話是脫臼的 師傅哥 好啦... 不然呢 怎麼會這樣 那天是不好 還弄車子 本來是客家 本來是賺錢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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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會這樣講 是不是 我覺得我的朋友當中 最愛講風涼話的 還是他 有嗎 有 有一次我們在錄一個節目 然後那個節目剛好 常常錄到很晚 然後那天有我 還有你 對... 然後錄到很晚 然後又延遲 十二點多才開錄 我們已經十點就到了 精疲力進 然後那邊講了 講半十兩話 就說 這個節目常常延遲啊 好晚的 沒辦法 然後他老兄就開始這樣 我跟你說啊 我根本 不靠這個東西吃飯的 我不靠這個東西吃飯 我跟你講 我沒有經紀人 我不需要經紀人嘛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是 我剛剛不靠這個東西吃飯 沒有啊 我跟你講那些什麼大哥 那些什麼大哥 在我面前 狗屁 什麼狗屁 我也沒有 我告訴你 大哥 對不起 有 有 他重點講了一句 他重點講了一句 我跟你講 那是什麼哥 不要騙人 康哥在我面前 我扭了不扭他 什麼成績 沒有 那是 對 沒有 我在現場 我那天我們在 是不是 是不是繼續屬實 沒有錯 就是他講 不能聽他加速 他剛剛在講 跟我們在私底下在講說 彭哥教他怎麼壓車的時候 對 他說彭哥就壓車 然後壓壓壓 壓 所以我們就說 剛才在門口裡面有聽到嗎 對不對 對 彭哥這樣是不是休息 他會不聽到 怎麼樣 那是 聽到 我說那個門是關不住聲音 那是錄錄剩五分鐘給我 對啊 對啊 你們盡量講 五分鐘 五分鐘 情緒有點高 沒關係 你盡量 真的啊 他就講 反正我沒有在怕彭哥聽 彭哥打那個高爾夫 打什麼東西 他把他拉回起來 他怎麼自己都會打 你怎麼這麼說 這很像你的口吻 你是不是要出來幹嘛 你出來開心的哈嘍 看別人開超跑 我就在車上罵 拖下來打 你 對啊 我去車上也不爽 看別人開超跑 是 那人家是 一定什麼對不對 他這麼高 站起來 這不一定是有問題 這樣 既然在 腦下垂底 發育不了 那個 喔 誰 名表 吃軟飯了 對啊 就是我們講 大概就這樣子 就羨慕人家 對啊 他講人家風涼話 他還有錢賺 對不對 到人家家去批評一頓 對不對 他到我家去看風水 也是講得 他現在辦公室 表格是 瘋涼堂耶 瘋涼堂 對 賣青草茶 等一下 莫迪 我比較少耶 我幾乎沒有 因為我很少講人家這些 有的沒的 通常都是被講比較多 你被誰講 對 你們啊 聽你的看 就你們就 你不是說你老婆也講你 我老婆講我是 他不是講 他 一直在吐 他從以前就習慣 我老婆你知道他那種 學位比較高 你知道他總覺得 我們的一心 嫁給你就一直吐 對 他覺得我不是 經驗的 都不及他 他就會想 他沒事就吐你一下 那你有的時候 譬如說我們今天去吃個帝王蟹 或什麼之類 學生有送了一個 從日本過來還活的帝王蟹 那我去找幾個女生 好 他們一起來家裡面 吃帝王蟹 他就開始在那邊 帝王蟹有什麼好吃 隨便什麼夜市場 都可以買得到 那為什麼一定要吃個帝王蟹 他就不時就會吐你一下 不時就會講你一下 那你已經把朋友 都請到家裡面來了 他還會這樣講 更誇張的是 我比較不太喜歡一點就是 我們有時候去看電影 晚上來那邊去看個電影 譬如說沈玉琳他們都在 那那天看完電影之後 他就跟沈玉琳 他就跟... 聊很久 我跟雅雅就比較不太講這些事情 我想說電影已經看完了 劇情大概都遲到了 他就不講話 然後那個誰 然後沈玉琳就說 潘老師你怎麼不提點意見 我說這怎麼好講 看完就看完就好了 然後你知道我老婆說什麼 我老婆說 他草包 不用提啦 草包 你不要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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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草包 請問看侏羅紀公園 我要提什麼 因為恐龍像不像啊 他說他不瞭解那個內容 他為什麼當時這樣咬死他 他為什麼不是上個鏡頭人 對啊 他怎麼樣 阿姨孩的啊 對 他就兩個 最後出來那個龍好厲害 你還一口把他吃掉都好 我在想說我們已經 每天畫已經夠多了 然後去看個電影 就放鬆一下 放鬆看完就算了 他們兩個 我跟你講那個狗不應該這樣吃啊 他們應該先跳到那邊去 我就聽他們兩個一站 然後我就不想參與 他就說你這草包 有什麼好參與的 這什麼東西啊 可是你是職業軍人 我職業軍人 你想當病是你老婆也會吐 你看 有時候我們在節目上會講說 我們就當什麼當兵什麼 他說 你講你以前幹嘛 現在當兵一個禮拜就搞定了 你還講那麼多幹嘛 哎 現在舒服得很 你當兵沒有像以前那個樣子 你老婆的朋友都是身體不舒服的喔 不是 一個禮拜就搞定了 現在什麼當兵不是 什麼一個禮拜的兵 或是不然就是自願意 不是那麼多 週休二日啊 至少多一年或十個月 一個禮拜的兵 尤其是你跟他說 我們是火房以前 我們吃了些什麼樣的東西 我們以前多苦的時候 他就覺得你不屌就對了 對 他就 你明明是當兵是你不了解 對 結婚前他會這樣嗎 會 拿棒子打他 結婚前就會這樣 這就是你教我的啊 對 你知道你在那邊下藥嗎 然後他就說 我告訴你 他每次都有人這樣 結婚前會這樣 你幹嘛娶他呢 我跟你講 他以為結婚會變 當然是不會變 可是我每次吵架的時候 我就說 我跟你講 你要是康哥 他早就扁你 他說 你就是愛聽康哥的 我告訴你 他要不要打哪去 他就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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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就是一個鼻孔出氣 他就這樣 你叫潘濤 你才是